最近几十年,世界范围内没有类似于一战、二战的大规模战争发生,世界处在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国与国之间不可避免会有摩托出现,尤其是宗教派别林立的中东地区。 几十年间,中东爆发过多次局部战争,而中东地区爆发的多次战争中,背后都有美国以及其领导的卫约身影。 北约的军演北约的是美国同北美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的局势合作组织。 在美苏冷战时期,同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对立,苏联结底后,北约组织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 但是,北约在世界横行,却从不敢招援我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军人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张底牌,那就是我们的战争动员能力。 我们的建立军人,总共有230万人。 但是我们国家的总人口,已经接近14亿,是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使我们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 庞大后备兵员,要知道,韩国、泰国、日本等国,都是强制安排,是零青年服兵役。 以色列更是全民皆兵,乌克兰年年战争,军队损失巨大。 但是,由于国内人口太少,以至于乌克兰不得不高架从国外招募军人,来充实兵员。 中国军人虽然,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巨大。 但是,再好的军事装备,也得有人操作,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实际上,未来战争,说到底,拼的还是人,二战杰出将领。 蒙哥玛丽曾说,不要试图招惹中国军队,因为中国有一个,西方没有的巨大优势。 就是,每个青年都以参中美容,抗震就在显而易见,我们从来不缺军人。 在98年的抗洪救灾,以及2008年的,地震救灾中,我们的军人,第一时间投入到救灾前线,全国战票齐心,全民参与到救灾之中,捐款,捐募,救灾车队远远摆不到头。 这样的凝聚力,让整个世界惊叹,也让整个世界害怕,因为世界看到了我们,不可战胜的一面。